北京时间6月28日,布达佩斯游泳试锦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,跳水比赛的项目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,各个单项陆续开始决赛的争夺,其中在凌晨刚刚结束了的女子担任十米台决赛中,中国队的两位,天才小将陈玉希和全红蝉上演了《神仙对话》。 16岁的陈玉希和15岁的信哥全红蝉进行了激烈的角逐,最终陈玉希以0.3分的优势击败了全红蝉,拿到了本次世锦赛十米台冠军。 其实这一次决赛对于全红蝉来说非常可惜,因为在第三条207C这个动作上的失误,导致这一跳实际就输给了陈玉希20多分。 如果说不单纯计算这一跳的成绩,其实在其他四次出场的过程中,全红蝉表现完全都压过了陈玉希,所以说综合的表现来看,其实全红蝉的技术能力更为出色。 只是在技术动作的安排上似乎存在一定的争议,预赛和半决赛都有失误的情况下,没必要继续在决赛安排207C的动作。 其实随便换一个其他的动作,只要顺利完成,冠军就是全红蝉的。 但是207C这个动作似乎已经成为了全红蝉在最近连续挑战失败的一个心魔,所以说使得大家也真的为全红蝉感到焦急。 对于这个15岁的小姑娘来说,第一次出战是锦赛,就以失败而告终,并且自己是以世界纪录保持着世界冠军的身份出战这个单项,最终丢掉冠军,这种遗憾易于言表。 但是,在全红蝉丢掉金牌不到24小时之内,其实我们似乎发现全红蝉也收获了三大意外惊喜,对于他的职业生涯成长将会有着足够重的分量。 首先第一个惊喜就是让全红蝉卸掉了身上的沉重包袱,不需要背着在这个项目上不败的神话,未来再去出战国际大赛的时候就可以轻装上阵了。 其次第二个惊喜就是全红蝉可以因为这一次失败而更好摆正位置,未来一个奥运周期自己更加努力,也让教练组认清楚他的不足,完成针对性的提升。 当然最后一个惊喜就是全红蝉输掉这一次比赛后,充分让外界此前过分吹捧全红蝉的声音冷却一下,大家不要盲目地再去过度吹捧,可以理性支持鼓励全红蝉,这可以给全红蝉未来的成长营造一个好的空间,这也算是帮助全红蝉更好的成长蜕变。 所以说通过上述细节足够反映出,其实在十米台这个项目上,全红蝉依旧是当之无愧的王者,他的比赛拔高能力还是最强的,只是在本次比赛中挑战了自己不擅长的动作意外丢金,却可以帮助他更好地成长,输掉了眼前却赢得了未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